你会用冰箱吗 这是我家冰箱 一个平时没太大存在感 但停电后你会第一时间想起它和挂连它的电器 也是我节俭医生的爸妈唯一不会让它断电的电器 因为它用电量最少 储存能力却最强 还24小时不眠不休 家电里面拼劳模的话非它莫属 我家换过几次冰箱了 体积一代比一代大 功能一代比一代多 效果一代比一代强 当然 价钱也一代比一代贵 但我发现好多人几千块钱买来的冰箱用法都是错的 很多最先进的功能都浪费了没用 食材的堆着放 完全没有发挥出冰箱的最大保鲜效果 今天我就拿着红外热成像 直观地告诉你冰箱的最佳冷藏冷冻使用方法 如何系统的规划食物避免它超过保质期 如何解决冷冻的饺子老开裂一煮就烂 冷藏使这个小冻到底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有的冰箱还会漏水 以及一些收纳分类小技巧 看完保证你收获满满 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 这个小东西就是热成像 这个红蓝图就是它成像的冷热辐射图 暖色表示热 蓝色表示冷 可以看到左下角这个抽屉最蓝 颜色也最均匀 所以这里的制容效果才最好 这里也是整个冰箱科技含量最高 保鲜效果最好的地方 中高端机器都有这类抽屉 都叫它变温区或零度保鲜区 如果是变温可以改的话 不要犹豫直接改成零度 或把数字调到零摄氏度 因为零摄氏度是冷藏里面最难保持的温度 也是保鲜效果最好的温度 零度时既不容易结冰 也还是冰点 低于零度的话 叶氯素就会被冷藏破坏了 所以生菜白菜 芹菜洋葱 胡萝卜的最佳储存温度就是零度左右 用剩的生肉也可以放这里 三五天都不会坏 也不会冻块 只是表面有一层微霜 整体还是软的 可以直接切 都不用化肉 你如果拉开抽屉的话 就能发现奥米 因为这里有单独的进风口和温度监控 所以这里的温度保持的均匀又准确 这个抽屉的容量大小和冰箱的价位是成正比的 变温区和零度保鲜旁边的抽屉分两种 一种是完全没出风口 湿度低的 叫干区真品区 适合放茶叶咖啡豆枸杞一类的 虽然它们常温放也行 但是低温存放风味损失的更慢 有出风口的这种湿度会高一些 更适合放绿叶蔬菜和水果 保鲜保水效果就会很好 上面其他区域的温度就不是特别均匀了 可以随便放 门上设置的温度就是整个外围的温度 冷藏温度建议设置为4摄氏度 因为土豆的最佳储藏温度是2-4摄氏度 凉菜温度在4摄氏度时风味口感也最佳 冷冻一般的温度区间是零下16-0-24 冷冻时不建议设置过低 过低的话雪糕和冰淇淋的口感会太硬咬不动 夏天也会频繁运行压缩机 零下18摄氏度后 速冻食品的品质相对平稳 雪糕也好咬 收纳和放东西也是有技巧的 成厅的饮料啤酒一罐一罐的放太慢了 打开两头 推中间一下就全放进去了 能省不少时间 另外蔬菜混在一起太乱了 特别是土豆洋葱还带着泥 可以用牛皮纸袋分下泪 把根茎和根茎放在一起 不互相污染 拿的时候也更好找 菜太多抽屉放不下 也可以放这样的收纳盒里 透明又密封 能一眼看到蔬菜又不容易失水 另外鲜花是可以放冷藏的 明天要送花给别人太早 花店又不开门 所以可以头天晚上买了放冰箱里 低温也会延长花期 花苞不那么容易过开和凋谢 你要放天树酒的话 可以把温度稍微调高一些 冰箱门的灯是怎么灭的 好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但估计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洞是干什么 这个其实是收集内壁水分的 小洞通往的是 机器背面压缩机上面的托盘 因为压缩机工作会有热量 就能把这一丢丢水分给蒸发掉 所以要注意不要把污水汤汁什么的 撒进去 不然可能会有异味 如果你的冰箱有臭味的话 大概率是这个原因 所以保存小洞的通畅以外 水分多的食物像剩菜一类的 还是用保鲜膜封一下 也尽量不要放温度高的东西进来 所以双系统双循环的优势 就体现了出来 冷藏冷冻各自独立制冷 有异味也不串味 好点的机器冷藏冷冻 都有静味除菌装置 能很好的预防异味的产生和影响 整个过程还都给你可视化显示了出来 有的冰箱左下角有这样的一个小盒子 这是用来快速制冰用的 这功能我冰箱他爸爸没有 他爸爸的爸爸 叫爷爷 也没有 加纯净水和矿泉水后 按下快速制冰 一小时候冷冻距离就有制作好的冰块了 这比用老式冰盒做的快的多了 冰盒24小时都冻不好 放的时候还老担心嗓 有的制冰功能 下班回来或者有客人时 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冰蒸柠檬水了 加冰的可乐也是随手就有 夏天做冷面凉面过水时 把冰块放进去还会更凉 还可以冰西瓜 不要心扭到或者哪里不舒服 还可以拿它用来消肿 洗完喝冰水其实还有个办法 买个这样的带龙头冷水壶就行了 放冰箱里24小时都有冷水 随喝随有不用等 做冷面凉面一样可以用 量还大 既省事又完全利用上了冰箱的冷藏功能 就是加水时记得加纯净水和凉白开 速冻这个功能很好 又能解决很多问题 但好多人貌似都没怎么用过 比如生肉囤货时 先切成每次用量的大小块 放盒子或塑料袋里 分开别相互挨着回头好拿 放冰箱里开启速冻 速冻会让肉还有很多水分的时候就结冰 肉色还粉的时候就已经冻好了 盖上盖或密封好防止水分丧失 再解冻时口感就更好 不干柴 另外速冻也能解决饺子冷冻后 有裂缝一煮就烂的问题 面时的开裂都是水分蒸发导致 冷冻状态下也会蒸发 较生滑 包好的饺子撒上面粉防止沾黏 放进冰箱里后开启速冻 一两个小时后晃一晃 皮冻硬了就转到密封袋里 保持了水分又密封好 就能大大缓解开裂 冰箱附近为什么会有水滋呢 有大概率是门没关紧 或者关不紧 里面结冰了 仔细想想其实能搞懂 冷冻式的门没关紧 缝隙内就会进入热空气 冷热空气相遇不就成水结冰了吗 冰融化留下来就是水季 反复结冰融化冰块就会越来越大 夏天温度高冰融化的快 水子就从里面流出来 所以到此不安 老是很多管的这种直冷冰箱 最容易结冰了 现在新款都是风冷冰箱了 是像空调一样循环吹低温冷风 所以结冰结霜现象会缓解特别多 所以东西别太满 不然容易挡住密封条 导致门关不紧 好在新款冰箱现在都会联动手机提醒了 门关不紧 它会及时的告诉你 这就是冰箱联网的意义 冰箱不支持联网也没关系 可以贴个门窗传感器 设程未细合超过几分钟 给手机提醒或者让音箱播放指定文字 冰箱有更仓门 未关好语检查 胶条老化 闭壳机有问题 又不好换的话 可以临时贴个这种闭门器就好 它能实现强制的闭壳 还能防止熊孩子偷吃雪糕 就是开的时候不那么随意了 必须先按一下才行 其实门没关紧 还有个更简单的提示方法 现在把手这里不都有感应灯了吗 你门没关紧 变红一直闪不就行了 但这带品牌去实现才行 不想食物过期很简单 你别买那么多不就行了 买个瓷器留言板贴就行了 把酸奶 点心 鲜牛奶 一类保质机短的食物写在上面 每次开门时一模了染 就不担心忘了 有什么缺什么也可以系上面 去超市捕获时拍个照就好 有客来访时也不怕漏买东西 还有就是不能很快吃完的食物 比如花生米 绿豆 面粉一类的 夏天虫子多的季节建议放冷冻 看似多占了空间没错 但那帮你杜绝生虫的问题 家里粮食生虫大多是两种情况 虫子飞进去后产卵 或本身就已经有虫了 前者用密封的容器能解决 后者夏天就很容易孵化 冻起来后就孵化不了了 但你用的时候是不需要解冻的 没什么影响 逃袭的时候冲篮就冲走了 另外如果你考虑换大部影响的话 再分享两条非常重要的实用经验 一是即使你不做全无定制 嵌入式放置 但如果放置位置靠墙的话 也还是推荐你考虑嵌入式的 因为它的铰链是特殊设计的 开门时对两侧的空间要求非常小 哪怕有个两毫米的缝隙都能打开 而非嵌入式的铰链是外开的 门两侧需要很大的空间 浪费空间不说 还会形成卫生四角 另外嵌入式一般都是各品牌的高端系列 因为要嵌入 所以皮薄馅大 积极外层的保温材料又薄又好 同样容量体积更小 而非嵌入式相对臃肿 门很厚 属于皮厚馅小 空间利用率不高 二是选十字开门 还是选这种法式四门的 如果喜欢吃肉 囤大体积食物的话 更推荐法式四门 它的长抽屉单个可容纳体积更大 像羊腿大包的东西都能直接放 即使你不放大东西也可以隔开放小的嘛 十字开门则是分类更好 各自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分隔 但中间被隔开后宽度相对窄一些 放不了特别大的东西 算是各有利弊 给大家个参考 所以现在你会用冰箱了吗